嗨,大家好,今天来分享橙皮的制作方法 这里用到的橘子是砂糖橘的橘子皮 先修剪掉果地和叶子,在盆里加入清水没过橘子 再加3克小苏打一起把果皮上的残留物清洗干净 多清洗几遍再沥干水分 用小刀把橘子皮分成三半再取出果肉 注意不要破坏到果皮的完整性 再拿掉粘在果皮上的白色筋膜 锅中烧水加入5克干草煮沸 再把橘子皮上锅大火蒸5分钟 这样可以让干草的香味融入到橘子皮中 蒸好取出果皮 把果皮往外翻晒干水分 晒到摸起来果皮软软的再进行2次上锅蒸 蒸好取出来摊开 晒干至果皮有些回缩而且有些微微的变硬 再来进行第三次上锅蒸 每次水开都只要蒸5分钟就可以了 第三次蒸好以后就要晒干晒透 而且要让果皮完全变硬才可以进行装罐 一定要用密封性比较好的罐子来存放 以免受潮 每年拿出来晒2-3次 存放3年以后颜色会变得越来越深 就是真正的橙皮了 欢迎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